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 英国著名的文化故障 前两天 英国查尔斯国王还专门在爱丁堡举办了 苏格兰皇家加冕典礼 毕竟查尔斯也是苏格兰的君主 今天刚好沿着仪式的行进路线 带大家流逛爱丁堡 荷里路德宫是皇室在苏格兰的主要行宫 在加冕礼上的地位和白金汉宫差不多 皇室重演从这里出发 到有900多年历史的圣基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 再回到河里路德宫 另外一个地标是爱丁堡城堡 苏格兰皇室的皇冠权杖都保存在这里 仪式前呢 这些珍贵的珠宝将由卫队送到圣基尔斯大教堂 这条名叫皇家一英里的马路 也是一个闭逛的打卡点 它是爱丁堡旧城区的主街道 连接着河里路德宫和爱丁堡城堡 是游行的必经之路 一场传统庄重的皇家典礼 在一座典雅的古城里举办 近千年的文化传承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别样的浪漫呢 那句话就在路德 咱们下回见